中间是中叶大桥 再过去就是我们中国的河口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越南的铁路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铁轨特别窄 只有一米框 这还是当年法国殖民越南的时候 帮他们修的 像这种铁路在中国早已经淘汰了 中国的铁路比这个要框 所以运载力更强 列车的速度也更快 我们都知道 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 越南人已经关闭中叶口岸 但是他们并没有关闭这些扩运通道 每天依然有大量的列车 从越南发往中国 运载他们的水果和农产品 就往中国给他们创造卫会 所以越南人还是挺聪明的 我在这里等一会 一会我们看一下 越南人的铁车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越南的铁车开过来了 装满越南的水果和农产品 咱们是货柜车 铁转箱 然后这还有很多越南人在这里观看 满满的就是水果和农产品 不来的 所以越南人还可以冲农党 他们关闭中叶口岸 但是并不关闭这个会员通道 每天不断的把这个水果 通过铁路 人家不断的运向中国 创造卫会 所以越南人